我哥婚礼的头天晚上 新娘横死 二爷原本想着给我哥做个指人替身 续婚陪葬就能行 谁知指人做好后 出币那天却怪事贫出 先是棺材合不上 再就是下葬时 突然出现白鼠肯关的绝地横煞 新娘是在赶去婚礼彩牌现场的路上 车祸撞死 血染婚纱 都知道洗头丧 毁三代 再加上这横死 红煞 不是倒了十八辈子大霉 都不可能把这三件事全凑齐 双方家庭互相痛骂对方不积德 更是不同意把新娘埋进自家祖坟 娘家人认为定完亲 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我妈认为没办完婚礼 就不能算我们家的人 两家都不要 就打算扔在乱葬岗拉倒 但是村里专门给人看似的二爷却说 横死厉鬼 血衣红煞 如果处置不好 娘家人倒还好说 婆家人都活不过七天 娘家人得意洋洋地走了 我妈吓得直接跪在二爷面前 老天爷呀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二叔 你可得救救我们家呀 二爷说 这阳婚没得半成 因婚的补上 得给人家姑娘一个交代 然后风光大葬 或许会消除她的怨气 我妈不明白这种因婚该怎么补办 二爷说 不麻烦 给二柜扎个纸人做替身 和新娘的照片一起拜天地 然后和新娘一起下葬就行 二柜就是我哥 我妈常常松了口气 二爷亲手扎的这个纸人和我哥 几乎一模一样 唯一奇怪的就是没有画出黑眼珠 二爷说 纸人千万不能点睛 点睛射魂 下葬三天 真人必死 我这才明白 到拜天地的时候 我哥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我妈就逼着我代替我哥 我不愿意 我妈就光光打我的脑袋 养你有什么用 养你有什么用 二爷赶紧护着我 安慰我说 别怕 有二爷在 我看着二爷笑咪咪的样子 心里踏实了一些 然后我嫁着我哥的指人替身 二爷捧着新娘的一项 就这么完成了拜堂成亲的仪式 之后也没发生什么 一切也都很顺利 谁知在第七天要封官出殡的时候 棺材盖却死活盖不上 这是专门定制的九龙双人棺 再加上二爷钦点的五鬼化煞菊的坟地 一旦封官入土 新娘将永世困在这里 我们家也会平平安安 按传统 在封官的时候 都要喊着死者的名字 让他躲钉 比如二傻躲钉狗蛋躲钉 因为棺材钉很容易伤到死者的魂魄 但是二爷手狠 禁止所有人说话 让四个人敲陌生地走到棺材四角 拿出沾了黑狗血的大灰羊钉 啪啪开始敲打 可奇怪的是 大羊钉却死活打不进去 所有人都害怕了 鸡皮疙瘩蹭蹭往外冒 连二爷都没见过这种场面 二爷围着棺材转了两圈 大喊着 鼠鸡地站出来 全场没人动 我妈突然拉了我一下 你不是鼠鸡吗 我完全吓傻了 立马反应一声 哦 三两 你来拿颗钉子 站在棺材头 往正中尖钉 破了这个凤头煞 快 我还在犹豫 我妈却一把 把我推到了棺材头 同时朝着棺材里的 未婚嫂子大骂 你这个阴魂不散的贱人 又不是我们家害死你的 你为什么要缠着我们家不放 陈三两 给我砸她 我很奇怪 我妈为什么此刻 会喊出我的全名 但是 我妈却再次大喊 陈三两 给我砸她 我下意识地 跟着我妈的情绪 猛地砸下一锤 钉子没进去 但是躲在里屋的我哥 却突然传来 一声惨叫 进去一看 我哥抱着脑袋 躺在地上打滚 好像那钉子 是钉在了 她的脑袋上 我妈吓坏了 二爷也慌了 完了 这女子 这女子认出这个质人 是假的了 这是非要把二跪 带走啊 我妈立马下跪哀求 我也赶紧跟着跪下 二爷想了想说 唯一的办法 就是给质人点经 让新娘子 接受那个质人才行 但是都知道 一旦给质人点经 我哥就活不过三天 还是死 可二爷又说 如果不能准时封关下葬 厉鬼化煞 全村人都得死 大家都害怕了 开始指责我们家 我妈却死死搂住 我哥不放手 我哥也在大骂 我这是他妈的 倒了什么霉了 那么多女孩不娶 非他妈娶这么一个 桑门星横死鬼 二爷看着我哥 无奈地摇了摇头 突然 二爷看向我说 三两 你不是正月初一生吗 我说是 几点 下午五点半 二爷大喜 真是天意 暑鸡 正月初一 有时 至刚至阳 用你的指尖血 给质人点经 能救你哥的命 我正犹豫着 我哥一脚踹到 我的身上 还不快点 想让我死啊 我赶紧割破手指 在指人的眼睛上 点了两下 果然 顺利封关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坟坑是提前挖好的 二爷也用墨斗线 布置了一个线阵 还用生石灰 撒了一些落地符 大家按照二爷的指示 准时把棺材下入坟坑 正要填土的时候 突然看到坟坑周围的土 自己开始松动 周围的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就看见土快塌裂 瞬间钻出几百只老鼠 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冲着棺材就开始咬 看得人头皮直发麻 二爷皱了皱眉头 白鼠啃棺 回酒笼 伤无鬼 这是想要跑啊 说着 二爷从兜里拿出五张纸人 分别递给我和刚才四个 给棺材钉钉的人 我们按封关时的位置站好 然后二爷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皮带 从里面放出九条小青蛇 扔到棺材顶上 二爷说这叫九龙所厉鬼 无鬼风出路 只见那九条小青蛇 在棺材顶上吐着蛇信 与围着它们的老鼠对峙着 忽然 所有的老鼠猛地冲上去 瞬间把九条小青蛇 瞬间吞食没了 所有人都吓得又往后退了两步 二爷脸上的肌肉一抖 发出咬牙切齿的声音 既然这样 就别怪我下狠手了 说着端起一边的声石灰 就往木坑里撒 同时大喊着 快 水 众人把刚打来的井水 同时到相声石灰 瞬间几百只老鼠 被烫烧得鸡扎乱叫 奇怪的是 这些老鼠宁愿被烫死 也没有一个往外逃 最后全都被活生生烫死 我的心莫名生出一种悲凉感 再看看棺材 已经被啃掉很厚一层 二爷叹了口气 下官就不能再动 就这样埋吧 姑娘 不要怪二爷手狠 要怪就怪命吧 临走前 二爷再三交代大家 离坟不回头 一口气到家 唯独让我在这里守着 等所有人都到家了 我才能走 因为棺材里的纸人 是拿我的血点的眼睛 鬼魂会戒眼认路 跟我回家 我有些害怕 却被我妈臭骂一顿 你个龟孙 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非要回家害死我和你哥 你才高兴吗 我无话可说 只好留下 天快黑了 也没人来 通知我能不能走 我正犹豫着 只见来了一个老乞丐 说太饿了 能不能求一块供品吃 我看他可怜 就拿了一堆给他 老乞丐吃饱喝足 擦了擦嘴 笑呵呵地对我说 小伙子 你真是个好人啊 所以我打算救你一命 我一下子猛了 老乞丐站起来看了看这个坟头说 这个坟的格局是不是无鬼化煞局 我说是 老乞丐笑了 这其实是个无鬼和煞局 只会凝结更大的怨气 而不会化煞 我瞬间头都大了 老乞丐又说 是不是风关不下钉 只见血点睛 白鼠啃棺材 无鬼把露锋 我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老乞丐又接着说 阴婚拜堂 是不是你拜的 我惊掉了下巴 你到底是谁 怎么什么都知道 老乞丐 嗨 破解这种洗头丧横红煞 都是这个情况 那我为什么会死 老乞丐 因为指人不是替身 你才是替身啊 我他妈那一瞬间 彻底乱了 老乞丐又接着说 对了 你有没有参与风关 有 下钉的时候 有没有人喊你的名字 我妈喊了 那就没跑了 风关不喊名 不欠鬼魂情 风关叫全称 必死在三更 可那是我妈呀 她要的就是你替你哥死 我赶紧跪下哀求 老先生求您救我 老乞丐想了想 看我可怜 就从兜里掏出了一根红绳 然后对我说 把它系到脚腕上 关键时刻 把鞋倒过来穿 朝西北方向跑 他们越追 就会离你越远 我说 那我干脆现在就逃跑算了 不回家了 老乞丐说 你不回家就会被女鬼给杀死 回家 还有可能活下来 怎么活 老乞丐 把他们所有的话都反过来听 就能找到活路 我回到家天 已经黑死了 我妈看见我回来 赶紧迎上来心疼到 吓死妈了 这么晚不见你回来 还以为你出事了 我心里暗想 我妈是在骂我 咋不死坟地里 还得派人去请你吗 二爷见我回来 拉着我进屋 快跟我来 我很奇怪 怎么灵堂还在 我一看灵堂上的照片 当时就毛了 因为上面挂的是我的照片 下面还有一个纸壶的棺材 棺材里躺着我的纸人替身 我一把抓住二爷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我已经付出够多了 难道你们真的想要我死吗 傻孩子 你先别冲动 二爷这是为了救你啊 我心里暗想 反过来听的意思就是 傻缺 二爷下了这么大功夫 不就是为了弄死你吗 二爷接着说 现在家里人都得救了 就你有危险 那鬼魂肯定纠缠着你 所以给你做个纸人替身 半个甲葬礼 火一烧 那女鬼就以为你死了 再不来纠缠你 现在就拆你给你的纸人替身点睛了 这句话反过来听就是 现在家里人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你需要进一步牺牲 用你的指尖血给指人点 惊涉三魂 忘火烧关毁七魄 三更女鬼来迎娶 天亮入土埋真身 我想到这里 当时就上头了 一脚踹毁了棺材 砸了灵堂 我哥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 揪着我就是一顿揍 我妈也开始骂我不识好歹 二爷怒吼我哥放开我 然后一把助我 我当时能非常真实地感受到 二爷浑身都在颤抖 快说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人了 我被这个气氛给吓耸了 二爷突然大吼 快说 要是鬼反煞 我们就要倒大霉了 听到这里 我突然有点清醒 就把遇见老乞丐的事情讲了出来 二爷一拍大腿 瘫坐在地上嘴里喊道 全完了 全完了 这下全完了 我彻底猛了 二爷说 你没有脑子吗 哪个乞丐会去坟地里讨饭吃啊 我傻眼了 急忙问道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肯定是你们家的仇人啊 如果我没猜错 他现在一定毁了我的阵法 挖开坟墓放出了女鬼 今晚二跪的命不保啊 我妈抱住我哥 就是大哭 哎呦 我的儿呀 这可咋办呢 我哥推开我妈就过来揍兜他妈怪你 都是你害死老子的 都是你 老子打死你 我哥拽着我打 我也不敢还手 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 躲闪了一下 我哥的拳头打在纸灵堂的竹竿上 手背划破 流了不少血 我妈一看我哥流血了 顺手接过我继续打 敢弄伤你哥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二爷赶紧拦住我妈 够了够了 你们娘俩到底要干什么 这事不能怪三两 我妈转身就哭了 二叔啊 你得救救我家二贵啊 他不能死啊 我当时心里真的凉透了 难道我不是你儿子吗 难道我就该死吗 这事二爷说 我们谁都不能死 我妈 这龟孙现在把灵堂给砸了 东西都弄坏了 还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 咱今晚不都得死吗 二爷打量了一下周围 看了看地上被我踩坏的指人 没事 我们先想办法躲过今晚再说 然后拿起我的指人替身 修补了一下 递到我面前 来 先给指人替身点上眼睛 我下意识地叫了声 二爷 我知道我内心太想依靠一个人了 二爷摸着我的脑袋说 三两 别害怕 只有你能救你哥 能救你的 只有这个指人 我们都不能死 都得好好活着 明白吗 我想了想 点了点头 嗯 然后咬破食指 在我的指人替身上点了惊 二爷看了看指人 把指人放到一边 接着对我说 把那老乞丐给你的红绳给我 我犹豫了 傻孩子 还没想明白呢 那根红绳 是标记你的位置的 女鬼借眼认路 认的就是这个 我一下子慌了 赶紧摘掉了脚脖子上的红绳 二爷接过红绳 趁着蜡烛的火苗给烧了 希望还能来得及 我一脸惭愧地看着二爷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二爷把我搂在怀里 安慰着 没事 没事 有二爷在 什么都不用怕 二爷把我的指人替身放在床上 盖好被子 又在床头烧了三炷香 然后交代我说 你嫂子 你是借你的眼回家 如果她真的来了 肯定先找你问路 问什么路 问你哥在哪 放心 二爷 我一定不告诉他 不 你要告诉他 因为我会在你哥的房间不下阵法 他要进来就会被我锁魂 明白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涉及你的安全 我赶紧挺了挺身子 二爷您说 一般生魂开口 都需要借吉言 你一定要顺着他回答 否则 他就会急恨于你 此生缠着你不放 什么叫借吉言 就是问你一些不可能成立的事情 但是你一定要回答 比如 蚂蚁能吞向否 我想了想说 能 铁钉可穿针否 能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一定牢记 我点了点头 明白了 然后 二爷让我按照床上指人的姿势 躺在了床底下 说一旦发生万一 女鬼会把指人当成我 我便能躲过一劫 二爷关门走了 屋里瞬间安静地吓人 我听着自己的呼吸声 额头不断往外冒汗 突然 我脑子里冒出了老乞丐的话 把他们的话反过来听 就能找到活路 他们说了太多的话了 我都忘了反过来思索 但是最后的借吉言 我记得最清楚 我也不知道到底谁要害我 到时就凭下意识吧 是死是活都有天命 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起了嘻嘻嘟嘟的声音 好像无数只老鼠在爬动 我浑身开始哆嗦 砰砰砰 有人敲门 我下了一个机灵 然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像是嫂子的声音 又不是很像 毕竟我和嫂子只见过两三次 也没说过几句话 女人 三两 我哆嗦着答应 哎 女人 筷子可捅天否 我脑子一片空白 随着下意识 就喊道 不能 刚说完 门啪的一声开了 然后 一张大手把我从床底下拽出来 紧接着 就是一顿暴揍 是我哥 我哥边打边骂 就知道你会反着来 就知道你想害死老子 看老子不打死你 我妈在一边骂 二叔啊 幸亏是了这一把 要不可真就出大事了 二贵 给我往死里打他 我被揍得一脸是血 我哥揪着我的脖子警告 你他妈给我听着 你要是再敢乱来 二爷收拾完女鬼 我第一个就弄死你 听见没 我点了点头 听见了 二爷在一边叹着气 三两啊 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老乞丐的话呢 你自己想想 你从小在二爷身边长大 二爷对你好不好 我点了点头 好 那你怎么就会相信一个一面之缘的老乞丐的话呢 你再这么糊涂下去 全家人都得死 全村人都得跟着你遭殃 你明白吗 二爷这么一说 我确实冷静了好多 多年前 二爷的老婆 孩子 也就是我二奶和二叔 意外死亡 二爷终身未再娶 所以他一直把我当成亲孙子来看 全世界再没有人比他对我好了 我赶紧说 二爷 我知道错了 这时 我哥拽着我一把 把我塞到了床底下 临走时 还不忘在我脑袋上打了几下警告我 砰的一声 门关上了 空气再次变得安静 我听着脉搏跳动的声音 心里越来越慌乱 我完全失去了判断 砰砰砰 门又响了 我一个机灵 所有的意识瞬间凝聚到门口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三两 我下意识地答应 哎 女人 生魂能问路否 我慌了 这个问题像是女鬼该问的问题 我嗓子眼发紧 颤颤巍巍地回答 能 女人 指人能点睛否 我下意识地回答 能 说完我就后悔了 同时 那一瞬间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这时我又听见 指人能招魂否 声音 声音仿佛贴在耳膜上一样 低闷刺痛 我头脑瞬间一片模糊 不由自主地回答 能 刚说完 突然感觉到 我的灵魂猛地被拽出身体 不断下沉 沉入到无边的黑暗中 完全不受控制 紧接着又听见女人空旷的声音 三两 能见灯否 我还是不受控制地说 能 然后就看见眼前飘起一团鬼火 在引诱着我向前 直到落入一片迷雾之中 女人的声音再次传来 更加空旷辽远 女人 小鬼能引路否 我依旧下意识地回答 能 然后 我跟着这团鬼火 不断往前走 直到看见一个指人立在正前方 正是我的指人替身 眼睛里 两团红光 一闪一闪 这时再次传来女人的声音 指人能替身否 我不由自主地说 能 刚说完 我被一股力量猛地吸附近指人 砰的一声 我把指人撞翻在地 我也清醒了过来 这时 那个女人的声音 突然变成我妈的声音 什么情况 然后就是我哥的声音 妈的 点睛的血有问题 我算彻底明白了 他们确实是要用我给我哥当替身 还好 在给指人点睛的时候 我咬破的是食指 但用的是中指点的精 我的中指偷偷沾了我哥 留在竹竿上的血 我大喊着 妈 我的亲妈 我也是你儿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想不通 我妈 想不通就别想了 这个声音 好像突然来到了我身边 我一转身 直接傻眼了 那不是我二爷的老婆和儿子吗 也就是我二奶和二叔 我赶紧说道 二奶 二叔 你们怎么在这 我二叔说 谁他妈是你二叔 二奶说 孙子 你今是跑不掉的 说着冲过来就要抓我 我转身就跑 但明显 我跑不过他们 危急时刻 我从兜里掏出了老乞丐给我的红绳 蹲下来就往脚脖子上系 就在他们快要抓住我的时刻 我把鞋倒过来穿 我往前迈一步 他们倒退一百米 二奶大骂着 你这个孙子 你可真孙子啊 敢拿假红绳骗你二爷 你不得好死 我连着跑了几十步 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大口地喘着气 还好我留了一手 没有完全相信二爷 但是我还是想不明白 这二奶和二叔突然出现 又是怎么回事 迷雾里我找不准老乞丐说的西北方 只能迷糊着往前走 走了好一会儿 看到前面有一座房子 走进了一看 是座纸扎的土地庙 庙堂正中间 那个老乞丐倒在地上 气息虚弱 我赶紧跑上前搀扶 老先生 您这是怎么了 老乞丐 我被你二爷暗算了 我老了 不中用了 我扶老乞丐做好 接着问 老先生 您到底是谁 老乞丐 我就是个守土地庙的老乞丐 什么也不是 在庙里待的时间久了 自然会有一些灵通 能看到一些是非 只是无力掌管局面 那这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我二爷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老乞丐 你还没看出来吗 你妈和你哥身体里住的是你二奶和你二叔的灵魂 我一下子猛了 什么 老乞丐 你妈和你哥早都死了 他们现在只是你二奶和你二叔的人肉 替身 所以他们才一直打你 害你 我脑袋都炸了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老乞丐 你二奶和你二叔死后没几年 你二爷就用法术 让他们寄生在你妈和你哥的身体里 为了不露出马脚 他们一直对你很好 而你二爷对你好 其实是对这句将来属于他的肉身好 现在他老了 就借你嫂子死的机会 用指人招取你的灵魂 然后寄居你的肉身众生 实现他们的全家团聚啊 我脑子一片混乱 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老乞丐接着说 我一开始也以为 他们只是让你做指人替身 但是刚才的借鸡眼 就是让你为他的法术开法门 就能证明他们 是要你做人肉替身 并不是躲什么女鬼 因为我根本破他的法 更没有去挖你嫂子的坟 但我还是努力控制自己 让自己冷静 不能冲动 不能再相信任何人的话 那为什么他们能轻易替换 我妈和我哥的灵魂 而我却这么麻烦 老乞丐咳嗽了两下说 你忘了你的生辰八字了 鼠鸡 正月初一 有时 治刚治阳 你属于最上等 但又最难得到的肉身 所以 他们才费尽各种心机 我祈求老乞丐 教给我复仇的方法 谁知这时 远处传来三声鸡叫 老乞丐说 你现在是游魂状态 必须得尽快赶回去 否则就永远回不去了 我再次追问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老乞丐却离我越来越远 最后大喊着对我说 回家守住真身 关闭七窍 扛到五更鸡叫 就能化解 记住 你的真身在床下 老乞丐和那座纸扎的土地庙都消失了 我冷静了一下 起身就往回跑 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来到了嫂子的坟前 我想看看我嫂子的坟 到底有没有被挖 没想到嫂子的坟 确实一切如初 老乞丐并没有骗我 确实是二爷一直在撒谎 我冷静了一下 打算挖嫂子的坟 把嫂子放出来 该杀的杀 该死的死 我朝着坟墓磕了四个头 嫂子 我知道你死的委屈 弟弟今天放你出来 你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一切都随你的心意 说完 我随地找了个木棍 折成工具 准备挖坟 摸着夜色走到坟头一看 我傻眼了 坟头有无数个老鼠洞 形成白鼠钻坟的局面 我趁着虚土挖开坟头 发现里面的棺材 已经被老鼠啃碎 尸体不见了踪影 我一身冷汗 这时背后传来了 叽叽的老鼠叫声 我猛地回头 看见一只半米多高的大老鼠 就蹲在我身后 我吓得一个亮枪 跌进了坟坑里 但是老鼠并没有扑过来咬我 而是不断示意我跟着他走 我思量了一下 从坟坑里爬出来 跟了过去 一直来到一个破庙门口 我抬头一看 上面写着半截观音庙 半截观音 好熟悉的名字 我想了半天 半截观音 不就是西游记里 那个金笔白毛老鼠精吗 怪不得嫂子下葬那天 会有白鼠啃观 原来是有半截观音护持 只是寺庙如此荒废 也是让人心寒 这时我听到里面传来 女人的哭声 我匆匆走进去 果然是嫂子 她正在庙堂中央 破败的半截观音像 下面哭泣 我走过去赶紧跪下 嫂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嫂子抹了抹眼泪 我活着的时候 在家里供养半截观音娘娘 死了才能靠白鼠啃观得救 来到这半截观音庙避难 否则 真的会被你 二爷困在那无鬼和煞局里 永世不得超生 我打量了一下庙堂之上的 半截观音像 不满陈王 随即磕头叩拜 谢谢半截观音娘娘 护持我嫂子 磕完头 我劝说嫂子和我一起去复仇 凭借身上的煞气 二爷他们肯定不是对手 谁知嫂子却说她受半截观音娘娘教诲 必须忘记仇恨 在此处好好修行 如果手染杀戒 将永世沦为孤魂野鬼 所以自己才每天在这里哭泣 然后又告诉我 她其实也是被二爷害死的 明面上是给我哥娶媳妇 其实就是为了害死她 让我配阴婚 因为嫂子天生八字之音 正好能克我治阳的八字 这样二爷才有机会 用指人 拘走我的灵魂 得到我的肉身 嫂子的话完全印证了老乞丐的话 我无法不再相信 没想到我长这么大 一直都活在二爷不治的局里 更没想到 我最爱的人每天都在惦记着怎么害死我 我摊在地上大哭了一场 这时嫂子说 你一个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我想帮你 我擦了擦眼泪 你不是有戒律在身吗 嫂子又说 你还记得吗 我死后 是你和我拜的阴婚 按理说我应该是你老婆才对 我一下子尴尬了 嫂子 这个不能乱说 我的意思是 我老公有难我去相救 应该不违反戒律吧 我明白嫂子的意思了 看了看半截观音的神像 对 然后我又看着嫂子说 不过 如果你真的是我老婆 我不会让你去违反戒律 所有的事情 我自己一个人能看 嫂子一下子感动了 如果当初我能早遇到你 也许结果就不是这样 我走了 嫂子 嫂子叫住了等等 我停住了脚步 我可以不去 但是我可以给你派帮手 说着三只巨大的老鼠 出现在院子里 我回头看着嫂子 事成之后 我定会重修这妙语 为半截观音娘娘重塑今生 然后请高僧为你超度 你只管好好修炼就行 嫂子含泪点了点头 鸡叫似更天了 远处天空泛起一丝白光 我来到家门口 眼前这座我住了十几年的房子 此刻显得无比阴森 我吻了吻心神 爬到院墙上网里面打亮 院子里没人 屋里的灯火也都灭了 我平住呼吸 从墙头跳了进来 谁知双脚刚落地 二爷念经咒的声音瞬间响起 我头痛欲裂 快速进到屋里 把门反锁顶上 然后一股脑钻进床下 守住躯体 我气喘吁吁 不断地安慰自己 守住蹊跷 稳住局面 只要再熬一个时辰 守住我的肉身 我就有机会反杀所有人 别看我哥打我 我不敢还手 那是因为我敬重他是我哥 真打起来 我断定他不是我的对手 至于我妈和我二爷 更不在话下 我闭上眼 捂住耳朵 嘴巴只留一个缝隙呼气 心里盘算着 醒来以后的复仇计划 慢慢地 经咒声越来越小了 我的心思也越来越安稳 直到隐约听见鸡叫五更天 我斜眼看床外的地面 有一丝亮光进来 我知道 时机到了 我猛地从床底下钻出来 拿起早就准备好的菜刀 开门就往外冲 谁知院子里 我妈和我哥 竟然像没事人一样 正在洗脸刷牙 而院子里 一点半丧事的气氛都没有 反而是贴红挂喜 我满腔怒火 瞬间成了哑炮 我妈一脸迷惑 三两啊 你这是要干啥呀 好好的日子不过 是要干啥呀你 我哥也慌了一笔 往后退了两步 顺手拿起一边的铁锹 和我对峙 我哥 陈三两 你疯了 把刀给我放下 他俩的反应 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这不像昨天还在追杀 我要弄死我的二奶和二叔啊 这是什么情况 家里不是死人了吗 怎么贴着这大红喜字 我哥一脸猛逼 死人 谁死了 我妈 你磨争了 你哥刚结婚 前几天举办的婚礼 今天准备要去回门 你快收拾一下 等会一起去 我又乱了 那我二爷呢 我妈 你二爷这两天高兴 天天喝多 估计在家还没醒来 你找他有啥事 我一片混乱 这特么到底什么情况 十三 也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墙角的破草席里 露出一只脚 我走过去掀开草席 发现里面躺着的是 老乞丐的尸体 我瞬间清醒 再次举起刀与他们对峙 都别他妈再演戏了 你们把老乞丐给杀了 这时身后传来二爷的声音 好了 可以了 二跪 快来跪拜你爷爷 我哥大叫了一声爷爷 我妈大叫了一声爸 俩人跑了过去 我跟着回头一看 二爷扶着我走了出来 没错 那就是我呀 那我又是谁 我顺势网窗玻璃上一看我的影子 我傻眼了 我竟然是个指人 这是二爷他们三个扶着那个我坐下 那个我笑呵呵地对我说 不是告诉你了吗 把所有的话反过来听 你就能找到活路 当然也包括我的话了 我下巴都惊掉了 你是那个老乞丐 你们竟然是一伙的 原来 二爷趁我魂魄出离的时候 用我的肉身 血给指人点了惊 然后 把我的肉身和指人换了个位置 老乞丐交代我 切记肉身在床下 就是在控制我的下意识 天哪 是我太傻 还是这个世界太无耻 再看他们几个 哈哈大笑着 老乞丐 你这个大年初一 致羊肢体 真的太难 对付了 如果不用这种双重迷惑的手段 来让你心思紊乱 还真的很难用指人困住你的魂魄 二爷也笑了 我的身体还好着呢 再活个二十年不是问题 只是我爹的这一轮替身已经太老了 我守着你十八年 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 哈哈哈哈 这一轮替身 原来他们靠替身 已经活了好多轮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真正的二爷也死了 你也是替身 老乞丐哈哈大笑 现在这世界上 有几个人是真身 越亲的人之间 越容易出现背叛与伤害 你没想过是为什么吗 我撕心 猎肺 冲过去 就要和他们拼 谁指我哥 不 我二叔顺势点燃一根火把 冲我就甩了过来 二叔 指人着火 魂飞烟灭 谢谢你们全家 说着就抡着火把朝我冲过来 我顺着他的攻势 把他引到墙角 我一个弯腰躲闪 那三只巨型老鼠 从我的身后猛地窜了出来 一只冲向我哥 另两只冲向我二爷和我妈 疯狂撕咬 而老乞丐因为还没有和我的肉身完成灵魂适配 只能坐在椅子上吓得大叫 我的儿啊 我的孙啊 一分钟不到 三个人就都被咬死 随即 三只巨鼠就把老乞丐围了起来 老乞丐怒视着 你觉得这三只老鼠冲上来咬死 死的是我 还是你 我看着自己的肉身 心中一横 那就一起死吧 也算是给我妈和我哥报了仇了 我正要指挥三只老鼠冲上去 我嫂子突然出现 冲着椅子上的 我就飞了过去 她的身体瞬间穿过我的身体 再出来时 手里拎着那个老乞丐的鬼魂 随即就按到一只老鼠的天灵盖上 嫂子大喊 蚂蚁能吞向否 我知道 替换灵魂需要戒几眼 我大喊着 能 嫂子又大喊 铁钉能穿针否 我大喊 能 筷子能捅天否 我大喊 能 刚说完 嫂子一按 那老乞丐的灵魂 钻进了老鼠的身体 老鼠滋滋乱叫 两个灵魂在身体里撕打 滋滋滋滋 钻进了毛房的粪坑里 再没出来 太阳快出来了 嫂子来到我身边 异常着急 快 借几眼 让你的魂魄回体 太阳出来就来不及了 可我却说 不 我想把身体让给你 嫂子的眼神惊了一下 你犯了杀戒 会当一辈子孤魂野鬼 我还可以轮回 你怎么这么傻 你知道肉身有多难得吗 可我不想你 因为救我受到惩罚 现在只要你复活了 然后找高僧超度我 我就有机会转世 否则咱俩都没有好的结果 听话 快 我争论不过 眼看太阳出来 大半了 嫂子催促着说 那就等太阳出来 咱们两个一起魂飞魄散 这样你就满意了吗 嫂子神情激动 眼含热泪 我人生第一次遇见一个女人这般深情 也第一次这么深情地看着一个女人 我只好答应 我鼓足勇气说道 蚂蚁能吞向 否 嫂子说 不能 我瞬间傻眼了 你 什么意思 嫂子哈哈大笑起来 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想知道彻底毁掉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这么被毁掉的呀 翻外衣 嫂子成功寄生在了我的身体里 扛着困在纸人里的我 来到了半截观音庙 我说 你不怕半截观音娘娘惩罚你吗 嫂子说 你想啥呢 寺庙破败成这样 哪尊神佛会住在里面 神像早被孤魂也鬼住进去了 怎么讲呢 现在的神佛 菩萨像也 大都是妖魔鬼怪的替身 你二爷那一家子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我看着空空的神像 竟然无言以对 嫂子把我放在了神像的旁边 要不要借极言 把你从纸人转移到神像里 纸人的身体可是撑不了多久的 不需要 我宁愿死 也不愿去玷污神灵 嫂子笑了一下 好吧 再见了老好人 翻外二 大概过了半年 我的纸人身体已残破不堪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神灵不来管管这些恶鬼 也开始怀疑 我这么一直做好人 到底是给谁看 谁又会在乎我 也就在这时 我嫂子扛着一个女人的尸体来了 我看着我的肉身 明显强壮了许多 嫂子把那个女尸体往地上一扔 刚掐死 热乎的 要不要寄生下 你用我的身体去杀人了 对 把之前生我不养我 拐我 卖我 欺负我的人都杀了 过瘾 你化成厉鬼去杀他们不是更过瘾 为什么非要用肉身去杀 快感不一样 手感也不一样 最主要的杀完以后 松的那口气不一样 那这个人是 谁 为什么给我找个女的 我爸的小三 没爽够 不小心给弄死了 送给你 你不怕我复仇吗 我该杀的都杀完了 瞬间感觉活着特别没劲 我需要你的复仇 刺激一下 你可别后悔 嫂子烧了三炷香 然后清了清嗓子 来吧 借吉言 等等 你不会又玩我吧 大老远 我背个尸体 过来玩你 我闲的呀 我忍了忍 好 你给我等着 蚂蚁能吞向否 不能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嫂子哈哈大笑 哎呀 神清气爽 精神愉悦 还是作恶快乐多呀 翻外三 就这么被嫂子折磨了无数次 我终于化成了一股怨气 充斥在这个庙堂里 那天深夜 暴雨倾盆 电闪雷鸣 一个外卖小哥狼狈地躲了进来 小哥接着电话 雨太大了 路都看不清了 您稍等会 拜托了 不要给差评 我求你了 好好好 我现在就出发 您稍等会儿 我瞬间附在了外卖小哥的身上 骑上车朝客户家赶去 那个客户就是我嫂子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新语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自从我爸失踪后 我家的猫 每天都会叼一块肉进屋 被我奶奶发现后 以为这猫 是从谁家偷来的肉 每天都和猫抢肉 后来 警察在地下室发现了我爸 地下室里血迹斑斑 警察来时只剩两只眼珠子在那放着 我出生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 我家有很多地 每年我爸都挣很多很多钱 但我和我妈在家里却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因为我是女孩 我妈被我爸和我奶滴的跳河自尽了 我妈尸骨未寒 我爸喝多把隔壁村的年轻女人强奸了 因为有钱 被抓进去没几天就放出来 年轻女人的父亲管我爸要了五十万彩礼钱 宴席上 我继母是被强行按着来的 我奶脸色极为难看地骂我继母 一个破鞋也配得五十万 继母一哭成了泪人 是要寻死 她妈连忙跑过来安慰我继母 奉真 你弟娶媳妇没钱 你就可怜可怜我们 她爸拎着酒瓶子走过来 你她妈跟她废什么话 经个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说吧 一酒瓶子砸到我继母头上 血迹顺着我继母的脸颊留下 他们不顾我继母的挣扎 最后强行拜了堂 那天夜里 我听见我继母的哭叫声隔外刺耳 半夜 院子里的门被人踹开 紧接着是一个骂骂咧咧的男生跳过来 我盯着朝我走来的地中海的男人 心里生出一种害怕的感觉 男的刺着一脸大黄牙看着我 一脸猥琐 小婊子 这回我看你往哪跑 说着 她便向我走过来 我慌了神 大喊着救命往屋里跑 因为慌忙 我摔了一根头 快速起来 亮亮呛呛地跑到屋里锁上了门 我站在门边 手不受控制地在颤抖 她每一次砸门 我的心就不受控制地颤抖一次 牙齿都在跟着发颤 可男人并不打算放弃 说着不堪的话 小婊子 你跑什么跑 你还没尝过快乐的滋味 哥哥来教你 我颤抖着说 你 你要干什么 你再不走 我就报警了 外面的男人并没有因为我的话停止撞门 我顶住门 大喊着救命 可奶奶今晚喝得鸣顶大醉 我爸忙着洞房花烛 根本没有人理会我的呼喊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我继母的弟弟 张怀生 那个长得如癞蛤蟆一样 没有人乐意嫁给他的弟弟 村里出了名的丑人 听说他几年前长得并不是这样 后来家里着火 他被烧伤 导致现在变丑 内心也扭曲了 过了两分钟 外面的人似乎累了 停了下来 按辈分 我应该管你叫声舅舅 舅舅 你家不是已经拿了彩礼 你能娶更好的人 我已经跟隔壁村二住定了婚 彩礼都给完了 明年我就要嫁过去了 男人似乎不耐烦 少跟老子说 那没用的 今天老子就要睡了你 给我开门 不然我砸了你家门 说着男人好像走了几步 又回来了 似乎拿着什么东西 在使劲地砸门 我再也不敢堵着门 看了一眼窗户 起身往窗户那边跑去 还没等我从窗户上跳出去 门被砸开了 我的腿被男人抓住 他往回一拉 把我拖回屋里 我疯了一般乱抓 他上来给我一个大巴掌 接着便是撕扯我的衣服 我疯了一般抓着他的手臂 狠狠地咬了一口 随后 借二连三的拳头 往我头上落下 昏迷前 我感觉的衣服 被他撕扯开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是在地上 我还没等开口说话 我乃一个巴掌 冲我甩过来 你个不要脸的下贱货 竟然干出这档子事 我继母在旁边劝我乃 妈 别怪昭地了 不行 就让怀生取了昭地 也是一样的 我乃听了这话 更炸毛了 放屁 你家彩礼给得起吗 昭地和二住那彩礼都给好的 如今干出这等子事 你家赔得起吗 我在听我乃和我继母的对话中 明白过来 我被退了婚 彩礼前 也被二住爸妈要了回去 现在 我在村里的名声是个破鞋 还是和舅舅搞在一起的破鞋 我乃骂骂咧咧说了一堆之后 摔门而出 我继母拍了拍我 昭地 别难过 是妈对不起你 我摇了摇头 妈 我想静静 我继母出去以后 我看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 内心生出一股恨意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 继母敲了敲我的门 我打开门 看见她脸上有巴掌的痕迹 我猜 这是让我奶奶给打了 她端着饭菜进来 昭地 这是我今天做的皮蛋粥 你吃一点 话音刚落 外面响起了嘈杂的声音 你个不要脸的丑八怪 还想娶我家昭地 不出五十万 门都没有 是我奶骂骂咧咧的声音 你的老逼灯 我姐嫁你家那都算是亏了 如今李昭地 也是一个没人要的破鞋 我收了它 那是你家的荣幸 你还想用一个烂货换钱 简直一想天开 我奶听她说完便上去 要打张怀生 张怀生不甘示弱 一脚踢向我奶的肚子 我奶狼被摔倒 嘴里喊得 哎呦 打人了 张怀生打我这个老婆子 还想霸占我孙女 我继母连忙跑出来拉架 我奶连看见我继母气不打一处来 把她也一顿骂 村民听见声音都跑过来看热闹 我冲过去 拿着棒子要打张怀生 张怀生灵活地闪开 抓着棒子扔到一边 我被她推了一把 趴在地上 她蹲下来 摸了我一把屁股 隔壁的老大爷看不过去 过来拉架 我趁着功夫起了身 跑到了屋里 我蜷缩在角落 曾经痛苦的记忆涌上心头 从我记事起 我就每天都能听到 我奶妈妈咧咧的声音 每一天 我和我妈过得都很苦 我爸爱喝大酒 喝完大酒就跟我妈吵架 他骂我妈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只因为我妈没有给她生一个儿子 后来我妈自杀以后 我的日子更苦 我爸每天都喝大酒 然后夜不归宿 偶尔和村里的王寡妇乱搞 我奶也骂我是个赔钱货 动不动不让我吃饭 让我干脏活累活 因为吃不饱 没有力气 洗衣服的时候 不小心把桶里的水洒了一地 我奶就用鞭子抽我 边抽边骂 思绪回笼 我早已泪流满面 我奶生日这天 让我叫我在隔壁村收租的 我爸回家吃饭 突然下起大雨 我知道我爸每次都会去 王寡妇家里 我独自一个人 撑着雨伞去找我爸 我爸看见我 一巴掌冲我打过来 你个赔钱货 没事别来烦我 我看见他身后的王寡妇 一脸不屑地瞅着我 我拉着我爸的衣服 叫他和我回家 他把我的手甩开 紧接着又是一脚 我挣扎地爬起来 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 因为我知道 今天他不回家 那我回到家里 又是一番毒打 许是我爸打累了 停下了脚 随后 那个王寡妇 拉着我爸走到屋内 说了些什么 我爸出来 便把我叫了进去 王寡妇给我拿了一件衣服 穿上吧 外面下雨 衣服都湿了 小心着凉 我拿着衣服 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我爸 转身往另一个屋里走去 等我换好衣服 去找我爸 想再劝说他一番 让他和我回家 可是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我爸竟然禽兽不如 当我走到我爸身边的时候 我爸看着我的眼睛泛着亮光 那猥琐的样子 让我瞬间抖了一下 我害怕那样的眼神 顾不得之前 那些想让他和我回去的念头 转身要往处跑 可我的手腕被我爸一把抓住 随后就是疯狂地一顿毒打 屋里的灯被王寡妇关掉 外面的电闪雷鸣 而屋内只有我撕心裂肺的求饶声 我爸当天晚上回了家 妓母脸色有些难看 我乃却兴高采烈 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可以夹死一只苍蝇 我破天荒地吃饱了饭 第二天警察来我家调查 我爸一脸心虚 因为昨晚王寡妇死了 警察说是病死 因为心梗 睡觉时喘不过气 窒息死亡 只有我知道不是这样 昨晚上 我爸并没有立马和我回家 我走后 他和王寡妇也纠缠一番 但我并没离开王寡妇家里 我躲在他家的柴房中 他们折腾一番累了 睡了一觉 我看见我爸从房间出去 屋里只留那个王寡妇 我走进房间 从他家里翻出一副手套和绳子 许是太累 王寡妇并没有被我惊醒 我用绳子给他四肢绑了起来 拿着一张卫生纸 沾上水 覆盖在他的脸上 许是呼吸不了 王寡妇惊醒 看着我直勾勾地瞅着他 他眼里的恐慌非常明显 他疯狂地摇着头 想祈求我放过他 我对他微笑着 别怕 我爸很快就会陪你 不会让你孤单的 渐渐地他不动了 他被活生生地闷死 没过几天 我跟继母说我想通了 向他打听到了张卫生的电话 我给他发信息 告诉他 想娶我可以 但是得掀过我爸这关 我爸爱喝酒 后来 张卫生邀请我爸喝酒 经过一周的时间 我爸最终松口 同意我嫁给张卫生 某天晚上 我爸醉熏熏地回到家 所有人都睡着了 我爸也不省人事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 把他拉到了地下室 把他捆绑起来 用冷水泼他一连水 他瞬间醒来 张口就骂 我蹲下身看着他 他一愣 随后想要给我一巴掌 可是手脚已经被绑住 他诧异地看向我 随后眼神带着恐慌 我看着他的眼神 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 爸爸 你那拼头死了 想必你也很思念他 我送你去见他吧 我拿着刀从他的胳膊开始滑 他嘴被胶带绑着 只能发出哼哼的声音 到最后 地下血迹斑斑 他的眼睛已经被我挖了出来 这双眼睛 曾经那么猥琐地看着我 如今 只是一双不会动的死眼珠 我继母怀孕了 可我爸却失踪了 我乃找遍了全村 也没找到我爸 在我爸消失三天后 我乃终于报警了报警后 警察来我家调查一番 也没什么结果 只能等通知 可我发现一个秘密 我家的猫 每天都会叼一块肉进屋 直到后来 被我乃发现 以为这猫是从谁家偷来的肉 我家虽然有些钱 但是我乃贪小便宜 每天都和猫抢肉 我看着它 吃得那么香的样子 心里无比开心 吃儿子的肉 想必应该是很好吃的吧 它吃得格外香 我却一口没吃 我爸生死不明 报案至今 一点进展没有 我乃坐不住了 当天晚上 就拉着我继母 去了市里的医院 她想知道 我继母肚子里的是男孩子 还是女孩子 我乃对报孙子有执念 她对我爸说 只要我爸能生个儿子 她娶几个媳妇都行 我妈在怀我之后 被检查是女娃 被我乃各种刁难 连带着我也被嫌弃 最后 我妈经不住 我乃的刁难自杀了 临死前 她给我留了一笔钱 对我说 昭弟 如果能跑得了 你就快跑吧 那时 我不懂 我妈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爸失踪后的一个月 我乃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准备好一百万 两天后换人 我乃虽然贪小便宜 但是对我爸的事情格外在乎 但因为钱数太多 我乃拿不出那么多 便想起我继母之前婚礼的时候 被要的五十万 便跑到她家去要五十万 说是因为我爸是我继母的老公 合情合理也得出这个钱 我继母的父亲和张怀生 跟我乃大吵了一架 张怀生还差点给我乃揍了 被人拉住了 我乃回来的时候 骂骂咧咧 我小生和我乃说 奶奶 要不我们报警吧 我乃回手给我一巴掌 一个小蹄子 你是不是不想你爸好 报警你爸还能活了吗 我继母连忙拉住 妈 绑匪给我们两天时间 这两天 我们是攒不起一百万的 不如交给警方来帮忙 警察也会帮我们 想赎金的办法 我乃听我继母说话 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 你个烂货 要不是你家不出这个钱 何必闹成现在这样 我继母低头抽掖着不说话 我乃在房间走走停停 最后选择了报警 第二天晚上九点 我乃拿着五十万 按照绑匪给的地方走去 警察提前在那里做了埋伏 那地方很背 有一个很大的仓库 警察只能通过耳脉 能了解我乃那边的情况 那天下着大雨 我跟警察坐在车里 听着耳机传来的 呼啦呼啦的声音 过了十五分钟 耳机里传来一声惨叫 夹杂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音 解救失败 警察快速地跑到指定地点 我乃离遇害的地方不远 十分钟就到达目的地 最先赶到的警察 已经把四周围了起来 我跑到那里 看到我乃惨死的样子 控制不住地呕吐起来 我乃活生生地被车撞死 脑袋都被车咕噜压瘪 冒出白色粘稠的液体 驾驶座上坐着张淮生 他趴在方向盘上 头部流着血迹 不远处有一个袋子 里面的钱散落了一地 警察火速地封了这个地方 天亮时 我回到了家里 我继母坐在床上 眼圈发黑 一夜没睡 得知我爸没解救成功 我乃也死了 并且张淮生是杀害我乃的凶手时 他指点了点头 并未说什么话 第三天 警察来到我家做笔录 问我认不认识这个男人 我哭着说 我当然认识他 他是我妈的弟弟 是我舅舅 前些十日 他还来我家想要强奸我 还警告我 不要报警 为此 我乃还跟他大吵了一架 警察接着问 为什么不报警 我泪眼婆娑地说 我乃说 如果报了警 所有人都知道我被侵犯 那样就嫁不出去了 后来警察又问了一些话 警察告诉我 张淮生没有生命危险 但他不承认自己杀死我乃 说是我给他打的电话 告诉他我乃要去的地方 说我让他吓唬吓唬我奶奶 让他把我乃手中的钱抢回来 警察让他把手机拿出来作为证据 但他并没有拿出来 原因是 那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些事情之后 叮嘱他一定要把信息删掉 卡要废掉 不然他抢我奶奶钱的时候被警察抓住 我是不会给他作证的 张淮生那个傻子 当真信了我的话 把所有 有关信息都删除干净 那天他还喝了酒 加上前几天他和我奶因为金钱方面还打了一架 所以警方认定他是故意报复杀人 并且酒驾 最终张淮生被判了死刑 年底枪毙 临走之前 我问警察了我爸的下落 警察告诉我 他们会尽快找到我爸爸的 傍晚 我继母给我做了饭菜 我大口地吃着 抬头看向继母 妈 你不吃吗 我继母摇头 你有没有发现 咱们家屋里有一股子臭味 我犹豫了一会 妈 那个人 她那天来找我了 我继母一愣 紧接着问我 她说了什么 我看着继母 把那人说的话 都跟她说了一遍 又给继母那个人的电话 继母低头 拿起手机 拨通了那个人的电话 我看着她的背影 笑了起来 似乎 事情越来越顺利了 第七天 傍晚我拿着纸钱 去我乃出事的地方烧纸 中途被警察拦截下来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里 我看着警察严肃的脸 酝酿的眼泪瞬间涌出 我想奶奶了 今天头七 我想给她捎点纸钱 警察看了我一眼 表情不再那么严肃 温和地看了我一眼说 小姑娘家家 大晚上 别乱跑 我送你回去 我点头应了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 警察身后 不远处的仓库里 不知道 那个男人还在不在呢 张怀生在临死前点名要见我 监狱里 我看着他凶狠的眼神 他像恶鬼一样扑向我 却够不到 我们之间只能靠电话来沟通 你个小贱人 你敢害我 我们身边都有一个狱警 我红着眼眶 舅舅 你为什么冤枉我 难道 你非要逼死我不可吗 你来我家强奸我 这本就是犯法的 如今 你还要把脏水 往我身上泼 让我替你顶罪吗 张怀生凶神恶煞 张嘴闭嘴贱人 婊子 说到最后 我他妈就睡了 你怎么样 一个婊子 能让我睡是你的荣幸 你敢说 你没体会到那种快乐吗 难听的话 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坐实了张怀生强奸的罪名 警察打断了 他接下来说的话 把他带走了 临走前 张怀生怒视着我 挣扎着想奔我来 我看着他那疯狂的样子 给他一个微笑 用嘴巴给他比了一个 去死吧 回去之后 我把张怀生的事情 告诉我继母 我继母也只是 嗡了一声 并没有伤心 我知道 我继母没嫁过来的时候 也和我一样 被家里人虐待 更是因为张怀生的原因 他才被迫嫁给我爸 对于张怀生 他也是恨的 第二天 我继母和我说 他要拿掉孩子 我陪他去了市里的医院 那天他打掉了孩子 我看得出来 他很开心 过了十天 天还没亮透 警察带着警犬 再次来村里审查 最后到我家庭下 警犬绣了绣地面 之后往我家地下室走去 警察跟着警犬走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 散发着恶臭 地上的血迹已经干涸 只留下两个眼珠子在地下放着 我和继母同时睁大眼睛 包括警察 也忍不住呕了起来 检查一发后 确认是我爸的尸体 我和继母都被关在屋子里 没有指示不可以踏出去一步 当天 我继母匆忙地跑过来 朝地 你爸是不是被他杀了 我没承认 也没有否认 妈 之前他找我来的时候 他说过会为你报仇 我继母慌了神 是他 一定是他 他到底还是做了傻事 随后 我继母慌忙跑自己屋里 拿出了电话 之后拨打了那个手机号 打了几遍 继母放下手机 狼狈地坐在地上 朝地 他手机关机 我一直打不通 妈 他是不是被抓了 我抬头看着继母 那怎么办 我继母着急要去找他 被我拦住 妈 我们现在被警方封锁在屋里 不可以出去 你出去 就是有嫌疑 这样会坐牢的 我继母 着急地直跺脚 那可怎么办 我看着继母 妈 会不会他已经自首了 我继母脚步一顿 嘴里捣咕着不行 当天晚上 我继母报了警 承认是他杀了我爸 然后尸体喂给了我奶奶 警察在我继母房间 搜出来一把匕首 他看着那把被翻出来的匕首 什么都没说 临走前 我继母看着我对我说 如果你能看到她 替我说一声对不起 这辈子 无缘再与她相见了 后来 我继母被送进了监狱 一个月以后 我去监狱看了我继母 说是继母 其实也只比我大两岁而已 我看着她憔悴的面容 跟她说 我和那个人联系到了 她让我转告我继母 她走了 手机号也注销了 她不怪我继母 只留下一句各自安好 不再联系 我继母听了以后 并没有伤心 反而笑了起来 她说她现在很轻松 我看着她也笑了起来 说道 你其实是恨我的吧 我继母听到我说的话 明显一愣 我继续说道 即使你弟弟 有了娶媳妇的钱 也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你告诉他 只有生米煮成熟饭 像你一样 才能有媳妇 如果你弟强奸了我 不仅不用花钱 还白白得了一个便宜媳妇 事后 你还告诉奶 不行让我嫁给你弟弟 只不过 你的计划没有成功 所以 这些都是你欠我的 理应该你来 还才是 我继母听到我说的这些 玩耳一笑 你说的没错 只不过 是我小瞧了你 探监时间到了 我继母起身走了出去 出了监狱的门 阳光格外刺眼 我回到家里 把家里所有的东西 都整理了一下 也向隔壁邻居打听了一下 谁家要买房子 过了一天 邻居告诉了我 他家亲戚要买下这个房子 只不过价格比较低 因为我爸死在了这个地下室 很多人觉得晦气 我也不犹豫 直接便宜卖给了那户新人家 我坐邻居家的车 到了火车站 购买了火车票 看着那陌生的地方 我的心里生出一些异样的情绪 我要找到那个人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对他生出了别的情感 我想了想 应该是第一次见到他开始 是我在家门口被我奶打了之后 我浑身是伤 那时 他刚刚来到这里 看见我趴在地上 连忙把我扶起来 还去附近的药店 给我买了药 又给我买了香肠和牛奶 我从小生长在黑暗里 从没有人关心我 照顾我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 被人关心的感觉 后来 我打听到他是新搬过来的 叫楚衡 只不过他订了婚 是和村里 一个温柔漂亮的女人 订了婚 也就是我的继母 那时候 他温柔地看着我的继母 我的心里妒忌得厉害 后来 我爸有一次喝醉强奸了我继母 我的心里是开心的 我知道他不会再娶我继母了 但我看他很难过 我便要了他的手机号 说我会照顾我继母 时常会告诉他我继母的状况 他答应了 后来他听村里人说我继母过得不好 想要来我家找我爸理论 被我拦住 我告诉他 说我继母已经怀了身孕 让我转告他不要再打扰我继母的生活了 他听了以后很伤心 但还是同意了 他说 他想最后看一眼我继母 然后就走 所以我奶头七那天 他在那里等着 只不过 我并没有带我继母来 那天回去 我给他发短信告诉他 我继母不想再见到他 从此以后不再联系 他信了 那天以后 他没有再联系过我继母 坐上绿皮火车以后 我看着外面的景色 很想加快速度见到他 我不知道 见到他之后 他会不会留我在身边 但我很想告诉他 我很喜欢他 从第一次见到他 我就喜欢上了他 只不过 这一句话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火车到站的时候 我看到检票口 有六个警察 我知道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他们是在等我的 我叙述了犯罪过程 先是在王寡妇家里 用纸巾把他捂死 接下来是我爸 让张怀生跟他处好关系 荡成酒友 我爸那人 喝酒次次都会多 那天张怀生把我爸喝多以后 我把他拖到了地下室 然后把我爸杀了 随后 我串通张怀生 冒充陌生劫匪 给我奶打电话 让我奶以为 我爸被劫匪绑架 要赎金 我奶果然当真了 约了地点那天 我让张怀生吓唬我奶 提前让他把所有记录都删掉 但是张怀生那天 喝了酒 是我意想不到的 就算他不喝酒 我奶也是注定要死的 因为我在他的车里动了手脚 后来 是我继母 我假意告诉他 楚衡想要替他报仇 杀害了我爸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继母以为 是他把我爸杀了 藏在了地下室 所以 继母不想让他坐牢 便主动自首 告诉警察 是他杀了我爸 我以为 这些事情 我做得天衣无缝 只不过 有一件事情 让我忽略了 我家的那只猫 他每天都叼我爸的肉 但那只猫 除了我 谁也不让报 就连我奶 抢肉的时候 也是用东西打他 才抢到的 而我报了那只猫 那天我杀了我爸以后 我摘了手套 报了那只猫 指纹 血液 残留在了那只猫身上 千算万算 只有这件事让我没想到 我叹了口气 望看着扣在我手上的手铐 我最后的憧憬没能实现 而那句话 我也没能说出口 顾保姆照顾老爸 无意听见父亲跟邻居的谈话 我吓出一身冷汗 果断辞退了保姆 静闻十二岁那年 那一天是中秋节 中午母亲炒了几样菜 母亲将炒好的菜端出来 放在客厅的餐桌上 便去喊父亲和弟弟吃饭 她看见餐桌上一个盘子里放着两个鸡腿 因为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家里也不常吃肉 那鸡腿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引诱得她直咽口水 又饿又馋 她实在太想吃一个鸡腿了 上午妈妈买菜回来 她明明看见她买了四个鸡腿 怎么只有两个呢 不管那么多了 她鼓起勇气 准备下手去拿一个鸡腿吃 她的手还没有碰到鸡腿 就被急不赶来的父亲拦下了 她的一只手狠狠地拍打在她的手上 别动 那只鸡腿是留给你弟弟吃的 坐回你的位置上去 吃你的饭 因为静闻的父亲对她来说很严厉 她平常就害怕她 经她这一声吼叫 她吓得一哆嗦 委屈的泪水蓄满了眼眶 她极力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 转身跑进自己的卧室 扶在床上失声大哭 外面妈妈敲打着她卧室的门 焦急地喊她出去吃饭 她伤心难过地无以复加 任凭妈妈怎样互喊 她躺在床上 脸埋在被子下抽动哭泣 她哪里还有心情吃饭 只听见客厅里爸爸在骂她妈妈 这孩子都是你惯的 还长脾气了 这以后还得了 不吃就饿着 妈妈用很小的声音嘀咕了一句 你对两个孩子区别对待 她能不伤心吗 她已经长大了 懂事了 你这样做只会伤害孩子 女儿是我身上掉下的肉 你不心疼我心疼 晚上 静雯实在耐不住饥饿 在妈妈的左劝右 劝下打开了卧室的门 妈妈给她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她狼吞虎咽地吃着 妈妈坐在她的床边手 抚摸着她额边的碎发 叹了一口长气 她忽然想起上午 看见她买了四个鸡腿的事 不好意思地问她 妈 你不是买了四个鸡腿吗 我还以为一家四口人 一人一个呢 妈妈有点难过 她小声说道 本来是准备我们一人一个鸡腿 后来 你爸说他和你弟弟吃两个 剩下那两个留着晚上 再让你弟弟吃 因为你弟弟从小就爱啃鸡腿 静雯 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再一次流下了眼泪 他总算明白了 弟弟为什么可以勾着父亲的脖子 撒娇耍赖 而他只能站在一边看着 父亲对他就像一座冰山 总是冷冰冰地板着一张脸 原来父亲有重男轻女思想 儿子将来可以继承家业 可以光宗耀祖 可以给他传宗接代 将来给他养老送终 是他一生的希望和寄托 从那以后 静雯学得硬气了些 不再奢望父亲的爱 也不再跟弟弟争宠 多年以后他考上了大学 这时又受到了父亲的阻挠 他希望静雯出去打工 给自己挣点嫁妆钱 给弟弟挣婚房钱 弟弟还那么小 他都操心他结婚的事情 后来 还是妈妈拦下了 他说别人家的父母 都盼着儿女考上大学 将来有一个好出路 女儿已经考上了 就让他上呗 上大学也花不了多少钱 好的大学 一年学费才几千块 放暑假女儿 可以去南方打零工 挣点生活费 你不让上 不是太可惜了吗 妈妈磨了他半个月 他才点头同意 大学四年 他只给静雯出了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其余三年都是靠他寒暑假 打零工得来的钱 交的学费和自理的生活费 毕业以后 静雯进了省城的一家外企工作 薪水还可以 通过同事介绍 他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马凯 马凯的爸妈都在省城工作 家庭条件优渥 当时他还害怕马凯的爸妈嫌弃他娘家贫穷 会阻挠他们的婚事 静雯迟迟不敢去见他的父母 马凯父母热情地邀请他到他们家吃饭 到了马凯家 他才真正明白了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含义 马凯的父母都是温和慈祥的人 他们对静雯的态度让他感到受宠若惊 马凯的妈妈拉着他的手 笑容里有满满的母爱 他爸爸和蔼可亲 和他谈话 没有一点拘束感 他真的好羡慕马凯 生在这样一个多么温暖幸福的家庭里 当静雯回家跟父母商量婚事时 父亲张口要十八万彩礼钱 他极力劝阻他 要这么多彩礼钱 将来让婆家人怎么看他 让你女儿怎么在婆家立足 可他执意要这么做 他说 我把你养了二十多年 又供你上了大学 要这十八万彩礼都是少的 你弟弟也不小了 娶个媳妇也得买一套婚房呢 要不然谁愿意嫁给他 你这个做姐姐的 不能只顾着自己日子舒坦 不关心弟弟 还好 马凯的爸妈通情达理 没说二话 给了十八万彩礼 老爸是一分没给陪嫁 把他气得哭了几天几夜 从此他对父亲又多了一份怨解 婚后 他和马凯跟公婆住在一起 公婆住的是一幢大别墅 家有两部车 静闻嫁过去 啥心也不用操 他和马凯感情很好 跟公婆相处和睦 他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幸福 他给马凯生了一双儿女 把公婆高兴得更尊重她了 家里的一切生活开支 公婆从没让他出过钱 马凯和他的钱各管各的 他怎么花钱 马凯也不会管 他的工资现在快涨到三万了 这样的高水平生活 这在以前 他连做梦都不敢想 在大儿子上高二那一样 母亲忽然得了重病 母亲临终前 舍不下地拉着他的手 眼里含着凄凉的泪水 他求他 静闻 我走了 你就不要再记你爸爸的仇了 你弟弟过得不好 只有你能照顾你爸爸了 我把你爸爸托付给你 你要对他好一点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你答应我 我就放心了 那时 他觉得老妈是多想了 虽然他恨父亲重男轻女 差一点让他上不了大学 差一点让他与人生幸福擦肩而过 可毕竟他是他的父亲 不管父亲人性道德上说不过去 该管他还是会管的 他安抚母亲 也亲口承许母亲 会给爸爸养老送终 弟弟没有考上大学 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 弟弟还算争气 不是那种小混混 他结婚时 父母拿出积蓄给他全款 买了一套大房子 弟弟很精明 处处算计父母的钱 有时还暗示 父亲问女儿要钱 来贴补他的小家 这些敬文都忍下了 故大局不想伤了姐弟情分 有一天 父亲骑电车不小心滑到一块西瓜皮上 摔了一跤 骨盆骨折住院了 省城离老家开车也就三个小时的路程 他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在医院照顾父亲 伤筋动骨一百天 虽然老人伤得不是太严重 但至少三个月的时间需要人在跟前伺候 弟媳俩口子都在上班 无暇顾及他 而他更忙 他是公司的技术骨干人员走不开的 他去家政公司给父亲雇了一个五十岁左右 体格健壮的男保姆 在父亲出院回家后 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这样他和弟弟都不用担心他了 期间 静雯也回来看过父亲几次 这个保姆把父亲照顾得很好 他红光满面 气色很好 静雯很满意 打算长期雇佣这个保姆 五个月后 静雯那一天休假 他买了好多营养补品和保健品 回老家看望父亲 上午不到十点 他就到家了 他手中拎着一大袋子瓶瓶罐罐的 向父亲家走去 路过小区里的一个花池边时 他看到父亲正跟一个邻居大叔聊得热火朝天 父亲一脸骄傲之色 让他感到奇怪 他试着偷偷靠近那个花池 想听听父亲都聊些什么 不听则渴 一听肺都气炸了 只听那个邻居说 你女儿嫁了个好婆家 那么有钱 怎么还没有你儿子孝顺 你儿子一个月工资低 还花大价钱给你请个男保姆 你女儿有钱 也舍不得出这份钱 看来养老还是得靠儿子啊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只望不住的 父亲含笑频频点头 是的 是的 我儿子真的很听话 很孝顺 我这小病在他眼里就是大病 我现在精力充足 能跳能跑的 完全能照顾自己 我让儿子辞退保姆 咱别花那冤枉钱 可我儿子就是心疼我这个老父亲 说留下保姆照顾我 他才放心 女儿行笑道 老父亲却说慌天堂儿子 这让靖文心中很不适滋味 儿时那一段伤心的记忆 再一次在脑海里闪现 他双目充斥着怒火 大步来到父亲家 立马辞退了保姆 并且多付了保姆半个月的工资 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一切搞定 转身出了父亲家 直接开车回了省城 父亲回家后 正赶上保姆收拾完行李 要回家 他问明原因后 气得浑身颤抖 大骂靖文不孝 他在电话里 大骂靖文 靖文平静地回怼他 爸 你还记得我十二岁那一年 想吃一个鸡腿 你差点打了我的事吗 你肯定忘了 但我却记了一辈子 我考上大学 你又阻止不让我上 我这一生的幸福差点断送在你手里 我结婚时 你问我婆家要了十八万彩礼钱 你心疼过我吗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重男轻女 就因为我是女孩子 你就事事对我和我弟弟区别对待 你知道我曾经有多恨你吗 可我都原谅你了 这一次你骨折住院 谁给你出的住院费医疗费 你出院回家 谁给你雇的保姆照顾你 为什么要说荒话 你儿子儿媳真的对你有那么好吗 那好 以后你有事就找你的好儿子去吧 女儿是赔钱货 是不相干的外人 我该付出的 我已经付出了 剩下的就让你好儿子尽心吧 静闻也是一时说的气话 他怎能忘了老妈的临终一言 他也很不下心不管老人 虽然老父亲重男轻女 可毕竟生养了他 这次 只想给老父亲一个教训 况且他已经能独立照顾自己了 辞退保姆也是对的 在他不能自理时再说吧 该管还是要管的 作为子女 逃不掉的 是啊 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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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